今天民國113年2024年7月2日星期二 禮拜二的時間7點鐘的時段 每個月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情況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二的是表定科學人雜誌的單元 好當然今天7月2號了 也還在也還在過去我們所謂的大學聯考 那現在的也還是也還是考試的季節天氣比較炎熱 那希望所有的我們的考生的聽眾朋友 因為有很多可能都是聽科學人看科學人長長大的 好那祝大家的考試順利 來那科學人雜誌呢 這最新的這一期 那2024年7月號的中文版的科學人 為大家的導讀科學人的現在台大物理系及天文所 那希望大家能夠能夠考考得上 能夠考上台大物理系 好台大物理系及天文所的教授 同時也是科學人雜誌的總編輯孫維新孫教授 歡迎 好向龍兄早 我們各位聽眾觀眾朋友大家早 好今天呢當孫維新到的時候呢 我一再強調呢 我們不只是聽科學 我們還可以呢看孫維新 好那我們會把呢 會把我們的我們的這個視訊的鏡頭呢 打開好 所以呢你不只呢是聽到聲音呢 你還是可以呢看到呢 我們在呢我們的這個直播室裡面的那一張很帥的面孔 好來今天呢這集的科學人雜誌的cover story呢 這個這個是有點有點深層的 當然這個呢在過去如果你你關心基因定序 關心生物科技的話 那其實人類呢現在對於對基因要解讀上上帝的密碼已經走得很接近了 已經快要把上上帝呢在我們身上所安排的密碼呢要解碼了 這集的科學人雜誌的cover story呢健保三億助攻不可不知的次世代的定序的實踐 世襲這好這個實踐是了好那這個呢這是啥呢待會兒呢有有機會在在在聊 不過呢我們從這一期的這個總編輯的話談因為在這裡面的另外的一個主題呢是聲音噪音噪音噪音對噪音聲音好呃從聲音呢你你在你在你的你的總編輯話裡面談到的聲音呢是是呢一個很大的一個不起眼但是有很大的一個毀滅線的力量為什麼對對 是這樣子向陸兄向您長期在媒體界見到了錄音室你把耳機戴上了以後只能聽到自己的聲音基本上而且在我們專業的錄音室操作底下你的背景聲音基本是沒有的沒有的對的所以你是可以享受這樣子的環境的那我們在物理的實驗室高科技的實驗室他整個牆壁做了吸音處理了以後你進去以後可以享受一個完全寧靜的環境而我在總編輯的話裡面寫到是說我曾經有青藏高原之旅嗯有過這樣的 就是當你把發電機給關了在小旅店裡面沒有了發電機的隆隆聲四周陷入一片黑暗跟寧靜你只剩下耳鳴跟心跳你可以聽得到那是因為連青藏高原上極端的安靜極端的安靜真的需要有寧靜的洗禮才會體會到都市喧囂讓你產生的無奈也就是向陸兄你在這一個錄音室周游於錄音室之間等到你結束了工作走出戶外 來到了馬路邊上你覺得機車汽車在你身旁呼嘯而過的聲音嗯跟你白天工作裡面那個寧靜起碼是五六十分貝以上哦對五六十分貝還是溫和的對啊沒有錯那現在的科學人雜誌來這篇文章為什麼我針對這篇文章寫總編輯的話是因為他們做了仔細的研究了以後發現在過去十幾二十年裡面二三十年裡面美國人的噪音環境增加了十五分貝 很可怕十分貝到十五分貝那你知道平常我們只是習以為常百姓日用而不知覺得每天就這個樣子但是沒有警覺同時也就不知道他對你的傷害那噪音其實傷害的很多他主要強調的是說他不但會影響你的聽力聽覺嗯他是連你的心臟病心肌梗塞連糖尿病第二型糖尿病 跟這些認知閱讀的能力都會有影響嗯因為他們做了研究譬如說德國慕尼黑慕尼黑的國際機場搬家了嗯搬家之前他周邊的孩子們做了聽力跟閱讀閱讀認知能力的測驗機場搬家以後過了一陣子再測他的孩子都進步了機場搬到新的地方去那些孩子反而變得糟糕了嗯所以這種噪音長時間帶來的噪音 好像是真的會影響你的閱讀跟認識的能力嗯孩子們但是呢對成年人來講什麼呀你想像得到的疾病甚至連中風都可能跟噪音有那麼一點點關係但是我們每天是沒有感覺的以前我想的是說那我們身上你記不記得我們如果進攝影棚的話那旁邊的助理會拿的那個測光器到你臉上旁邊擺一擺看你光夠不夠嗎嗯但是有了光有沒有 有聲音現在很好現在手機上都可以下載的這個噪音的APP啊嗯你無論花錢或者不花錢他都會有這樣的功能讓你知道你是不是處在噪音環境裡面我就記得我戴的手錶嗯會提醒我什麼時候提醒我在一個非常吵鬧的尾牙聚會的卡拉OK裡面嗯你也知道大家習慣就把音樂放很大聲然後自己重情歌唱那你的手機就告訴你說已經超過85分貝了超過85分貝 所以最好不要待超過一個小時以上嗯會對聽力造成永久傷害的嗯會對聽力造成永久傷害的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講說這一期講到的噪音這蠻重要的那我們自己不覺得它是一個傷害反而覺得在都市裡面都方便這方便所帶來的汽機車的噪音其實他裡面提到一個很特別的事情嗯我我去學校上課嗯開車到了學校有的時候去得早七點多就到了 校園校園裡面你看得到打拳健身的人但是呢你以為鳥語花香聽得到鳥鳴蟲叫這就是很很寧靜的環境了嗯他會有吹樹葉的人嗯有那個打得吹的對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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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就是那個聲音在這期的文章裡面那個女科學教授說她發現她忍受不了嗯你實力測量吹吹的這個東西或者是其他的割草機嗯發動以後割草機 這些生活上面我們覺得理所應當適當存在的東西他其實也是噪音的來源嗯那我們的我們的生活的現在的方便嗎幾乎都都是用噪音換來的OK就是你的你的所有的方便的幾乎因為都跟機械有關嗎都跟動力有關所以他幾乎都一定會發生某種的噪音嗯我們甚至甚至已經不太知道就是我們現在常態性的背背景的噪音值 大概是是多少我們一般人能夠接受的大概就是45到50左右嗯這是溫和我們平常講話這樣講話的話大概40幾分貝嗯那一般來講他建議是不要超過70分貝嗯65到70分貝到了85分貝就是有傷害性的了嗯我在總編輯的話裡面提到另外一件事情除了我們講青藏高原上完全的寧靜我們也講聲音是可以震碎燒杯的我們更強調太空梭在發射的時候 你在佛羅里達州卡拉維爾角的39A39B的發射台上頭還沒有發射之前呢你就看到旁邊一個高高的水塔嗯很多時候我就問學生那什麼東西學生看了以後說老師看起來像水塔我說對那是水塔嗯裡面有30萬加倫也就是120萬公升的水他在主引擎點燃的6.6秒之前呢那個水瞬間會打到太空所底下去沒錯嗯為什麼學生一問說老師那肯定是要去泼水降溫 嗯嗯他把發射台燒掉不是是因為他發射起飛點火那一叉呢所噴出來的氣體嗯超過音速那個音速撞到了原來那邊的氣體產生的震波呢嗯那個產生的噪音超過了200分貝嗯200分貝是致命的那個致命不單是說你成員是致命的你仇宰廠裡面帶著帶著精密儀器會毀掉整個火箭的結構都會出問題的嗯所以內桶內桶水就是就是把 把聲波給給給把碎碎化的他是講學術名詞叫氣化熱嗯氣化熱意思說你把一桶水拿來了點了火把它燒成蒸氣嗯那個能量給他讓他把從液態變成氣化熱對所以你是把低溫的液態水打進去而這個噪音就是能量他不像我們說不是明火呢噪音就是能量而這個能量強到能夠讓這些水 水液態水瞬間變成蒸氣嗯所以他就變成氣化熱的形式把這些噪音帶走了嗯所以那個系統呢還有個特別的名字叫做Sound Suppression嗯Water System嗯Sound就是聲音嘛Suppression壓抑壓抑噪音的水系統嗯我們在科學人雜誌上各位很努力的希望大家能拿到紙本為什麼呢因為在我上面放了個照片啊太空梭旁邊就是水塔OK 嗯因為 jeste dank 39ay 39b 309b Camp 39b 旁邊也是水塔嗯那這張照片可愛照片旁邊是什麼是一個Q patter孔 gewe你只要拿手機你掃QR口就可以看到納旋在測試這套壓抑噪音的系統嗯那個放水的演習哎哎我跟你講夏天看到那麼大量的水瞬間湯出來那個清涼的感覺嗯真的不是一般的啊哈哈 好这个这个这个我我这这我稍微有有点有点概念好但是噪音了 因为因为你们这些刚好做做这个主题 不是很好 在我看过的医生里面 嗯 其实耳鼻喉科的医生啊最常跟我讲的就是说现代人其实最不容易察觉是他听力的流失 因为当你的视力如果不好了近视的老花你还你你你你每天在看啊你不要有警觉可是听力的流失啊而且听力一旦流失了之后还不像视力视力你现在还可以去开刀嗯听力我告诉你耳鼻喉科的意思会告诉你没有办法你听力一旦走了就是走了你听力但流失了之后他就回不来跟视力还不一样好那你说那我带助助听器我我相信第一个你也你也不愿意带 对不对其实你带上助听器之后你听到的那个声音的夸了体他顶多只是让你听得懂就是孙维欣在跟我讲话大概讲讲的什么意思可是你你要你要你要听到的原来呢原来孙维欣的那种的那种的很很性感的男性的声音或者是要听到很好听的音乐的都会受影响你基本上就上上市了欣赏声音的音质能力 现在再好的助听器都没有办法完全还原那个声音的音质嗯好所以所以最好是是不要了带助听器呢是不得已的但是大部分人现在呃我问过的在耳鼻喉科的意思要告诉我就是说跟过去的同年龄相比现代人的视力呢衰退很快嗯现在听力的也衰退的很快可是听力的衰退呢往往呢是不知不觉的 而且之后带助听器又又很难看而且又又又觉得那个音质也也也不好嗯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啊你出去的时候呢车水马龙的声音你也很习惯啊你甚至于听音乐的时候如果很多年轻人好譬如说我我在跟我们小孩子讲我说你为什么听音乐要这么大声呢好音乐不是要这么大声听吗我们去啪啪的时候不都是要开的很大吗那我们我们去听听音乐会的时候那个音乐那个哇 那个如果你再离喇叭近一点的话那简直就这种折磨的哪里有享受的感觉可是我我真的觉得现在的现在人越来越习惯这种的分贝啊呀我就发现这真的是这样的状况像江龙兄讲的你如果真的到了年轻人的酒吧里面去或者是现在的大学正儿欲聋呀他们流行的就是到夜店里面去如果我要毕业或者要结业什么的去去包一个晚上我说很奇怪你在那里面音乐正儿欲聋到你你没有办法好好 然后交调没没错啊所以你要讲话你只能把嘴巴靠到别人耳朵去他们说他们期待的就是这个借口而已吧对但是你会知道这种声音对人的伤害有两种我们的听力损失刚香龙兄说的很好一个是天然的当你年纪变大了以后对那高音高音就会对高频的声音高频声音就不见了哎这有个有趣的故事啊在美国有个超级市场小镇上头晚上呢青少年喜欢在门口 游手好鞋打打闹闹害得老先生老太太都不敢去买菜了那结果这个这个超市经理是个物理学家就在门口上方装了个高频产生器只有年轻人听得到老年听不到年轻人听到一个非常annoying扰人的一个单音的跑掉了而老人呢就可以安安心地进去了这给我一个最大的痛苦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做那个脑中乾坤的特展里面就有个听力的测试测试你现在的听觉年龄 嗯跟你实际年龄差的相差多少啊他就是让你把他拉拉到越来越高频同一个音拉的越来越高频看你还能不能听得到那你听不到以后停在那个地方就告诉你说你的听觉年龄啊可能是50岁啊我是5岁结果你知道吗我这一拉我就说那机器坏了嗯他们说馆长是你听不到嗯我说机器坏了不能验收因为没有了他们说啊馆长那是因为你高频的反应已经不行了这实际上是自己不行了 不是这么的残酷啊哦呀像我真建议你做一做做以后人会变谦虚的有啦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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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我都基本上是还好啦嗯嗯嗯但是对因为你刚讲到譬如说你在你在实验室我在录音室里我们我们的我们的工作形态跟我们曾经待过的环境啊都可能给我们一种现代人很难有的独特经验就是我们还有那种纯然的被隔音隔的非常好的环境嗯 就今天我如果一个人在录音室里面基本上可以到几乎没有声音嗯那你在实验室里面也一样可是大部分的人已经不太知道安静去是什么没有办法享受到那种安静的安静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你有点紧张嘿嘿嘿你不觉得吗就是在突然在一个安静是一种享受怎么会紧张就是如果因为就是平常不是那种的环境吗你突然在一个就说绝对的接近绝对的安静 你发现竟然会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或者连呼吸声都变得很清楚你会你会你会觉得有点有点起鸡皮疙瘩的安恩静你还很健康吗像我还能听到耳鸣呢 有的时候会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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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耳朵里面会很自然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连那种声音都听到的时候真的会有点紧张好刚讲声音因为因为在你的所有的所有的五感的经验里面啊 其实最难以量化的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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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个人的个人的经验值你最难量化的一个就声音嗯还有一个是你的嗅觉嗯嗅嗅嗅嗅嗅也很难就说凑凑到什么样的程度噪音噪音到的到底是多大其实你真的就说一方面你的感官会被询询化所以呢所以呢入鲍鱼之四酒而不闻其臭嗯就你都已经习惯了的味道声音也也一样你的耳朵呢 他不是被询化了而是就已经习惯了被可是我们现在常态性的背景的声音经常都都在五六次分贝六七次分贝以上不说话说都一样你周围就是有很多嗡嗡的声音嗯有时候是冰冰箱的马达啦冷的冷气机的运转啦或者你在外面的这种车水马龙的声音啊都都会啊除了对你听力有有有损伤之外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的不同的音源不同的这种的声音譬如听音乐说说话或者你喜不喜欢的音乐嗯他他对你的耳朵的那种的感受是不是噪音真的有不同吗 我他的文章里面写到一个地方啊很有趣的一个名字叫做士绅化士绅就是这种有地位有家产的人叫士绅嘛嗯那这个社区呢开始改良了以后社经条件比较高的高收入家庭慢慢搬进来了嗯低收入就离开了嗯所以原来低收入喜欢听的譬如说什么高高music啊比较比较crazy的旁客的这些东西就慢慢跟着低收入家庭走了 高收入进来以后呢他和你在社区里面常常听到的变什么古典音乐啊嗯或者一些流行的什么爵士啊什么这样的音乐了他们同样再去测量测量这个社区的噪音跟人的心情的感觉嗯去测量这些意料参数会发觉当这是你觉得悦耳的音乐对你的生理上的伤害就没有那么大嗯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了那但是还是一样我们自己去听音乐会 刚刚乡龙兄也讲了你去听的都是热门的吵得不得了的吧还是怎么样那我去听呢我们从小就听国剧京剧嗯京戏那前些年呢我记得也到两庭院还到哪去听京戏坐的座位比较前面嗯难得别人招待去做个好位子但那个锣鼓点一想我的天哪差点跳起来嗯因为我不现在的精细不像以前在台子上就是你靠的锣鼓点跟你自己的歌唱对你的你的唱段的声音来来来来来招呼整个 嗯整个唱子的现在加了麦克风嗯大家都比较蜜蜂那个声音大到你难以想象嗯我就我就发现那已经大到我无法忍受虽然说这是悦耳的声音我们熟悉的国剧的唱段老生的轻衣的花脸的很好听可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听京戏还要要放这么大的声音嗯你罗固点本来声音就很大的嗯呀这是一个我觉得在在我们音乐会或者传统戏曲表演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把这一个 什么样的分费数是合适的欣赏嗯一文的分费数把这个列进来考虑我都觉得这是我文化部长啊嗯就是这样就是能不能不要再扩音嗯能不能再用喇叭把它放大不很很难我就相反的就是就这种的经验我们大概都有过就是你以为你做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跟你看得比较清楚的时候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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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呢反而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嗯所以将来的座位的票价可能要重新调整一下就让你听得很舒服看得很舒服的那个位置才是最好的位置而不一定是最前面的位置嗯好哎我一个一个一个问我问题忘了问你刚讲到NASA的时候嗯因为因为这两个礼拜这两个礼拜也有关太空探测的事件的新闻很多嗯一个当最热门的是嫦娥6号从华人圈子里面来讲嫦娥6号回来了带着月球背面的土壤回来 还有一个是呢美国的美国的波音的这个就是他的那叫做starshipstarlinerstarlinerstarliner他的这个starliner你顾名思义嘛他他他他从airline变starliner他将来就想要经营了星际之间的这航航舰那波音可是呢他就一直害害气呢在漏气嗯好然后再来呢就是日本的日本的登月的这个这个就说呢探探测器上去就翻了好那那那又又又又没成功 大家到现在我觉得太空科技的普及化使得越来越多国国家勇于呢往太空的探探索嗯这个呢大概是这个时代就像就像核武的技艺技术我认为他也开始普及化的核的核管智慧越来越困难这都不是好消息哇对啊嫦娥6号你怎么看我我我很担心说是不是因为因为在这华人圈子里面接收去讯息啊而各过度的放大了嫦娥6号他这一次的探计 探计任务完成之后所代表的就说月月球探月的一个重要性 长河计划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观察跟其他国际上的观察是一样的就是八个字按部就班油条不问嗯他的收获而且很明显为什么因为他去的是美国人没有去过的地方嗯那我们当然讲月球基本过去是美国人的金乱他摆在哪里就摆在哪里对那其他的国家真的就落下去像你刚讲的日本路要去摔跤啊民间路要去怎么样 那美国当然掌握了整个登月的技术他过去做了很多阿波罗任务呢带回来不知道多少两百多公斤的石头吧但是这一次呢那那美国人从来没有到月球背面去那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大陆到月球背面的过程是按部就班的嗯第一个在半年之前嫦娥4号的半年前先发射了雀桥中极卫星对嗯他就发射到地球跟月球连线在延长的那个L2 嗯拉格朗日第二点上面当你能够把他这个两体地球跟月球在这个地方周遭有五个点是嗯力量平衡的地方那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月球背面那个点嗯那叫L2月球跟地球中间那叫L1那把卫星能够顺利发射到L2一个小圈圈在那绕那基本上他就涵盖了月球背面的通讯需求嗯 长河四号呢就顺顺利的落在了月球背面的比较南边的盆地嗯那不是南极盆地那个是埃特肯南极南极埃特肯啊因为他底端是南极上面是埃特肯嗯他习惯把这个巨大的盆地嗯2500公里大的陨石坑啊嗯把他叫做南极埃特肯盆地但是呢长河四号落下去了以后他所有的讯息资料是从雀桥传回来的雀桥传回来的 而现在长河六号长河五号是奔远挖土嗯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长河四号到背面成功过去了然后有这个中继的过程长河五号在正面挖土挖土回来长河六号就是把两个加在一起到背面去挖土到背面挖土所以你会看得出来他按部就班的过程那这个嗯其实你刚才讲他是有后发优势的你也不能说美国人怎么过去付了那么多学费很多都是坑坑巴巴的这样过去啊因为他本来没有人做过 那现在美国啊欧洲什么他们过去慢慢发展的这些累积的知识跟技术大陆这个地方后发优势就都承接了承接以后他可以做的更好就像以前我们看到长河计划人他们在报告说你看长河二号长河三号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最清楚的月面的图嗯我说对啊因为你后发优势你用的最好的相机上去拍的最清楚的嘛但长河六号带回来到一点九两三两公斤的石头那这个很难得因为月球背面我们讲背面 英文叫做nearsight跟farsight接近的这一面我们正面叫nearsight那远的那面叫farsight那面的地形跟正面很不一样嗯正面会有很多吗你看这个兔子的样子啊深色的这种海啊什么而且都不会变啊对背面的那些高山深谷跟正面不一样所以背面的月球的那个地时年龄你会感觉到他可以给你的资讯应该是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到三十一年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其实美国人 做的比较少嗯所以他会从一个科学上面missing link消失的环节切入去看那一段的月球地址嗯你要说再把它扩展到什么啊军师啊或者占地啊下去就是跑马圈地啊什么的太早了太早了月球没什么好圈地的你要说呃我们有离合国的太空公约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些地球以外的天体上 然后占地为王说你不能过来嗯那说老实话印度下去的那个地方也叫师婆神那个区域了对美国每个地方他都不会希望你接近的嗯那所以这只是小规模的自己保护自己那你要说什么圈地占地我相信在未来是不会发生的那你现在看到了其实在科学上面的竞争才是最明显看谁的进步快吧我想长安六号彰显的是这件事情他的科学在月球的地址上在一个美国过去研究 研究上缺乏研究的一个地质年代他能得到什么样的答案我们可以找到什么有我我看到我看到一些大陆的科学家在谈到氦山那是另外一回事月球表面的氦山他结合在地面还是比较丰富的嗯氦山这个东西呢是核融合的材料对核融合你说当时从氢融合到氦那是很基本的过程但如果你本身从氦山开始的话前面就好多不都是省略的嗯因为你氢你你 氢氢是一个直子嗯那融合成氦氦是两个直子两个中子那直子跟中子基本差不多了所以你要从一个到四个他中间会有好多步骤嗯那如果氦三是什么意思既然叫做氦他就是两个直子一个直子叫做氢丢一个中子进去那叫氢二叫做刀嗯你丢两个中子进去如果他还是一个直子那这个原子核里面包含了一个直子两个中子他叫氢三嗯那如果这个时候呢 氢三是什么氢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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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直子两个中子你拿掉一个中子嗯那就剩下两个氢跟两个直子跟一个中子只要有两个直子在他就叫氢嗯但他叫氢三是因为他不是氢四嗯而这个东西两个氢三碰在一起他就可以很容易的结合成为氢四嗯那这个融合过程中就会释放能量所以你等于你要拿到了氢三以前有种说法说美国当年太空梭还在服役的时候如果他真的飞到月球上面了 装一箱嗯他的酬宰仓装了一箱氢三回来那个大概够美国一年所有的家庭使用嗯能量对现在我我看他们在谈的就是他充满了对于就是说未来的能源形式的想象象嗯嗯当然现在大家就看的就是说当当中国人有关于月球的神话故事里面的角色反正玉兔也已经去了雀角已经去了嫦娥也已经去了现在就差一个广含宫下下个阶段你知道 盖盖个广含宫把这个地方已经命名叫广含宫了亦都叫师婆神他这个地方叫广含宫了对等他盖了广含宫之外人人人的月月球大那种的朦胧感可能就没有了不过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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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新的宇宙探索的时代呢就开始了从月月球的到火星比地球到火星可能要方便很多和很多好了在我们的现场的呢是这个台大物理系及天文所的教授也是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孙卫星孙教授来我们就继续谈 跟跟大家的健康有有关的就是瞄准癌症癌症 当然他谈癌色变了毕竟你每年你看到我们的我们的卫生部门的公布的四大死亡原因前面几名几名几乎都癌症嗯那这些癌症的各各种各种癌过去可能是肝癌现在呢现在的以盛情率来讲的肺癌不管是盛情率或死亡的人数呢都排在前面好吧反正总的就是各种各种各种的癌症 这起的科学人杂志针对癌症讨论了什么这样他讲标靶治疗精准医疗不要把治疗是越来越清楚了他们说譬如说前一阵子治疗癌症的有种药物叫喝癌瓶但是呢喝癌瓶去治疗乳癌虽然有效可是只对20%的乳癌有效嗯另外他现在发展的新的药呢很有意思的是80%不行吗他想办法用别的方式把毒性更强的药物 嗯标靶精准的带到癌细胞那个地方去嗯他自己本身那个叫抗体结合复合式的抗体药物了自己本身是抗体免疫蛋白质带着这个药物加连接分子带着药物过去本来呢是进去了以后接触了癌细胞在你们想办法把细胞销毁现在不是啊现在很好玩的是这个抗体他去找癌细胞 嗯在癌细胞表面的抗原结合了以后呢他进到了癌细胞里面去而他那个小小的连结分子是可以被切断的嗯一切断以后就等于就像叠爆源进去搞破坏一进去以后呢自己身上带着炸药四周一洒嗯所以癌细胞都会被摧毁 那现在这种精准医疗的方式呢就能够让其他的健康细胞不要受到那么大的损害而专门针对这些癌细胞而且因为他很精准了所以以前不敢用那么毒的药物嗯因为以前进去了以后你无论是好坏一起杀嗯那现在既然他抗体能够明确的辨别这个癌细胞所以他就期待毒性更强的药物直接进去然后更精彩的是他们现在发现这些药物 即使你表面所携带的这些呃标靶分子啊或者癌细胞的特征不是那么明显他都能够找得到甚至你以为不应该对这种癌细胞产生效果的他竟然有那原来就是因为他能够感测到那种分子呢在癌细胞里面浓度低到我们侦测不出来可是呢你这个抗体竟然能看得到嗯所以就是说这种做的方法就让让这些治疗变得特别有有效果那我们讲就是 饶过了你的正常细胞嗯直接去找癌细胞但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新的发展了不过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医生在做精准医疗嗯长期在做的事情但你往回再退一步这期的主要文章讲的其实是基因的次时代定序嗯因为当你把基因是不叫做次时代定序那第一代跟第二代他的定序方式第一代是三格我们讲三格三格这个伟大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了两次他第一他第一次做蛋白质定序第二次做DN 第二次做DN定序他是可以把那个序定出来的但是你到后来的次时代定序的就是他能够把你本身相关的这些疾病或者身体里面的基因清楚的排列出来以后不但能够看得到而且可以剪辑变异的所以你能够清楚的告诉而且便宜这个方法便宜很多比以前的费用可以降低10万倍到100万倍的费用嗯所以以前一个基因他的表现值可能有10个也就是你要测量这个基因到底会不会出问题 他可能有10个exon就是这10个会表现出问题的地方来那你每一个要测可能是100块你10个那么就是上上千块或者1万块了啊但是你光这一个基因不行你要测好多基因那个费用高的不得了而现在次时代的健保可以支持的次时代嗯他的基因定序可能只要两三万块钱就可以解决了嗯基因的问题所以他很重要的是呃向隆雄他就提到一个概念同样一个病他治病的基转可能不一样 负负负责的基因可能也是不一样嗯你不知道是哪个基因造成这个病的对但你只投下去同一种药嗯就很很很特别就像什么宝栓通就是你心脏装支架了以后对没错嗯要让他不要有血栓没错这打穿了可是呢这个药就常用药对这个常用药但对欧洲人来讲他里面大概有20%的人不是同一个基转所以宝栓通对他没用嗯你知道台湾多少12% 这么高嗯嗯所以如果你没有事先做的基因定序嗯那你就会发现你投下去保持人中10%的人是是没有用的嗯另外一个麻醉的过程他说麻醉呢有些人会出问题叫瞬间高热那种医生根本还没有洗手完面准备还没上手术台呢刚开始麻醉那个病人就会出问题嗯那如果你先有了基因定序知道他会有这种比较罕见的高热手术台上的高热的问题嗯你就可以用比较贵的 麻醉药那那个比较贵的麻醉药不会引起他高热的这个致命性的现象啊但是问题是说你如果不做这个基因定序你就说啊为了要抢救每个人吧我们就都用高贵的麻醉药那这个费用成本就太高了嗯所以如果你的基因定序能够让你精准的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呢巧妙的使用这些高额的医疗方式嗯又节省成本了又能够准确保命所以大概这几篇文章强调出这几个方面嗯 嗯这种的对癌细胞的癌细胞的精准的治疗又标保药物的精准的治疗对每种癌细胞都适用吗要不一定没有他现在只是一部分一部分来嗯你从他已经提到过的有乳癌嗯有社护腺癌开始讲这几个大家有些人会觉得说治疗方式基本一样然后看到的抗体抗原基本一样其实不是他做基因定序了以后又能够把他分的更细 所以小龙兄我看了这几篇文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讲 感冒了喉咙痛嗯黑松沙士加颜巴对没错每个人喉咙痛的原因不一样啊你觉得黑松沙士加颜巴都能够cure吗他现在有办法让你知道说哎你喉咙痛我觉得我只是想喝黑松沙士借口我我认为嗯嗯但是就说你现在能够知道同样一个病 他背后的原因能够用基因定序很快的解决出来以后嗯对症下游的效果就比以前要好太多了嗯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我们这一代的复兴吧嗯对啊但希望不要用到啦不过因为因为毕竟周围还是有一些的朋友嗯那离矮了之后总总是怀抱希望总以为现在的医疗现在的医药标靶药物是有用的嗯可是很年轻的生命 就是后来也还是走了嗯有乳癌的啦有有胰胀癌的各种各种的癌症像乳癌女性的乳癌的标靶药物其实已经发展了非常久了嗯也陆续有好几款的标靶药物可是因为乳癌的形乳癌的乳癌的形形式有也有很多不见得每个都使用好但但只告诉你说现在的现在的治疗标靶药物的治疗其实日行月异 嗯甚至现在有很多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重重粒子的治疗啊等等的对癌细胞的这种的定点的打击但他都有个相同的问题就是因为成本很高费用很高所以现在每每个人的这个命啊真的加价格是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在健保的体系之下每个人都一样有的医疗的成本你负担不起你的命基本上就不值钱对但现在当然我想科技的发展 一开始是靠了大量的经费支援所以做出来的崭新的领导的尖端的那很昂贵但等到他慢慢大家都接受普及化就会好就像科学人杂志前几期我不知道我们在相同中这谈到的没有她是个女的医师她在她的姑姑还是乳癌病重的床前面她就知道乳癌的监测需要更频繁因为美国的规范是你每两个每两年去做一次超级波扫描嗯那万一他的乳 五毛乳癌是在这两年中间发展出来然后急速恶化你就根本不知道 所以她那时候就坐在她的姑姑的病塌旁边她自己在那边画画成一个女性胸罩型的超级波扫测器做出来了以后她说那个女的任何女性在家里头自己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自己带上了以后测量以后那个讯号直接就传给了医生 嗯所以你就会有一个医生大概没几个礼拜就会监测你身体状况 所以如果乳癌任何初步发展的过程中马上就找到了嗯所以我觉得像这些东西都是很值得我们去鼓励跟跟跟关注的了嗯那毕竟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跟方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嗯那就是像刚刚向我说讲的等到他能够普及费用降低了以后才真的能够加回大众对好最后呢我们看一个就缓科缓科医疗嗯缓科医疗跟现在的所谓的安宁疗户有什么不一样 这里面讲缓和医疗很有意思他是他等于是在更早期嗯就介入了治疗他所谓的缓和医疗呢就不再用侵入式的医疗嗯可是他还是用某一些程度的医疗比如说如果你有伤口或者什么地方他会帮你处理但这并不会针对你现在的那个重要关键的病嗯去做介入 那这种缓和医疗跟安宁照顾安宁照顾基本上就只是让症状不要那么明显对那缓和医疗还包含远距的缓和医疗什么的他们就就发现了这种缓和医疗就稍微比安宁照顾来的积极更多的做法会让这个病人心理跟生理都会得到好处甚至会让他能够存活的时间延长了三个月到半年 嗯所以这样子的缓和医疗等于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更积极的安宁照顾而并不只是在那个地方让病人等死所以在缓和医疗呢也包含了家人在里头让家人学习怎么样跟着这个亲人一起面对最终的这段路途嗯但他的意思就是说缓和医疗的效果其实对一个人临终的这个生命品质来讲会比过去的比较被动消极的安宁照顾嗯 来的好很多对于你一个这么理智的人来讲嗯当医生告诉你说你还有三个月到半年的寿命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有什么意义 我怎么会让我活到还有三个月到半年嗯我根本就不会不能这样讲啊我只想说人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过程嗯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现代的医疗手段 无意义的或者是无尽头的把自己的生命延长嗯只是希望自己仍然能够维持生存这件事情嗯这不一定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生死学的教育了让大家知道人生这个阶段到底走到什么地方算个尽头那自己可以选择尽头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生下来的时间我希望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生死教育呢跟我们的 安乐教育能够提升到一定程度让人能够去掌握自己最后如何尊严的嗯离开对我我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我我我知道我会从你嘴里得到这样的答案嗯我也我也绝对能认同可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对安乐死或者说呢对于我们的保险体系呢对于呢非自然的就是说医疗穷手段穷尽之后才才得到的死亡 他是不不支持的你如果说你要安乐死对他来讲他就形同是自自杀那你你你所有的这些呢这些你你的保险你认为呢你想借着保险受险的等等提供你的家人在你离开了之后的某种的保保障他都会受影响所以呢保险体系医疗医疗体系保险医疗跟法律都不支持你这么理智的这个呢是个问题所以大家就拖拖拖拖拖到最后 那当医生啊真的已经拖拖不下去了把呼吸气拔掉了嗯大松一口气你也你也松口气可是真的要经过这么漫长的包括长照的过程吗嗯明明你都已经没有生命品质没有知觉而且你都想要走了嗯你就都希望不要这样子困扰我也也不要困扰这些周围的医护跟家人可是我们的法律医疗跟跟你的保险体系不支持的时候你就得要在那边好好的继续的被照顾下被照顾下去 多遗憾的事情所以科学不理性的因素对没有错这个这个是真的是得要好好想一想尤其我们到了这年纪的时候呢这种问题越来越多了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为大家导读的最新一期的科学人的台大物理系及天文所的教授也是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孙伟先生孙教授感谢谢谢乡兄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